HELLO, 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繼續討論相機 今晚明顯是和大家分享Nikon的消息 Nikon剛剛在早幾天的CB Plus有一個Presentation 出了一件新的東西和Z9有關 但這件新的東西我覺得相當無聊 無聊到可以當笑話和大家說 Nikon粉絲 大家好, 如果你是舊相機, 飛臨相機, 機械相機的粉絲 你應該知道以前的機械相機的快門聲相當好 現在到電子時代的快門聲真的差一點 甚至我記得以前我做雜誌的時候 有時做到相當辛苦, 相當苦悶的時候 會停下來, 不再寫稿 對呀, 很舊食人, 雜誌寫稿 不是打字的 OK, 寫到悶的時候, 怎樣呢? 在桌面上高, 即我上高有個假的 放幾部相機, 都是飛臨相機 拿出來後, 自己拔一下那塊門 就啪啪啪啪啪啪啪 沒有治癒的 等於是很無聊 等於有些人喜歡拿一些 啪啪啪啪啪啪的意思 我們做到悶的時候 就拿飛臨相機 按一下就覺得輕鬆下來 假如各位飛臨時代走過來的朋友 如果你有這樣的壞習慣 有空無聊就拿一部相機 啪啪啪啪 等於我們當時阿爺那一代 或者玩標本打火機 沒有無聊 不是成功打火機的聲音 就是這樣 假如你有這樣的壞習慣 就留言大家分享一下 看你最喜歡哪一部飛臨相機的快門聲 OK, 講回今日的分享 就是這個 Nikon 在早機的CV Plus 裏面的 presentation 做了什麼呢? 顯示不同他們的數碼相機的快門聲 其中有一個示範 Statline的快門聲給大家聽 這部相機坦白說 你可以設定到沒有聲音 為什麼呢? 基本上它是電子快門 就是沒有聲音 所有Nikon Z9的聲音 全部都是裝假狗 是沒有聲音的 所以等於現在的電動汽車 Tesla那些都是沒有聲音的 如果有些生產商 為了提醒行人 有汽車來裝一些聲音 但通常以某韓國牌子來說 裝的聲音是相當Cyber的 坦白說 誰都不知道有些汽車聲 或者是VVV的聲音 最好是裝一些引擎聲 你把Porsche 那些發拉里的引擎聲 裝在Tesla裡 一腳踩電動的 就有啤啤聲的快門聲 Ng的聲音 有多棒 所以Nikon Z9的聲音 其實都是裝假狗的 電子聲 在這個示範 就是 不是這個版面 開給大家看看 在這個版面 這個示範 其實就是 示範了Z9可以有些什麼聲音 但是Nikon透露了他們在研究 一件事 是可以讓我們 客制化 即是自己把一些 我們喜歡的聲音 放上上膏 給大家看看 我看看它是什麼聲音 可能一小聲一點 聽聽吧 相當無聊的聲音 一些怪聲 更加怪的聲音 即是說 Z9可以把我們喜歡的聲音 放在我們喜歡的快門聲 這些聲音其實是貓叫聲 這兩位攝影師 將貓叫聲音放在快門聲 即是說 Z9每按一下快門 就聽到貓叫聲 將我變大 坦白說 假如你讓我自己放一些聲音 我真的會放一些機械快門的聲音 假如你是一個 或者視相機為一個 武器的人 你可能放一些機械快門的聲音 這樣你會很開心 OK 大家留言說 如果你的相機 讓你自己放一些電子快門聲 你會放一些什麼聲音 其實以前我們用的手提電話 其實都是一些固定零聲 後來可以加一些零聲 大家留言說 如果讓你放一個彎 你會放一些什麼聲音 OK 這段影片就 OK 相當無聊 Nikon這個 我覺得是相當無聊 希望Z9 即Nikon的團隊 開發這些有趣 這麼多創意的事情 之餘 除了想一下Z9 還有什麼新功能 可以在電子上加進去 功德無良 OK 分開到此為止 Nikon 到尼莎 都沒有公佈這個功能 將會什麼時候開放 只是一個實驗功能 這段影片分開到此為止 跟大家說說 畫面上可以買到我推薦的攝影書 我們供應商 過了一年之後 重新發貨 將會在下星期 就完全正常化去供應這些書 如果大家想訂一個攝影書 上個Nikon就訂到 現在大概有五十多本攝影書 價錢便宜於香港市面上的三中箱的定價 這些書如果買三本的話 就包括順風運費 可以寄到你家 寄到你辦公室 寄到你就近的順風站 相當方便 如果計算運費 就絕對會便宜於香港買 而且更加重要的是 這裡有很多攝影書 在香港根本買不到 上個Nikon就買到了 另外我推薦那隻 蔡司鏡頭紙已經翻貨了 當然大家想用一元都不用的價錢 買到一盒二百張裝的蔡司鏡頭紙 都是包運費 送到你家 送到你辦公室 送到你就近的順風站 上個Nikon就買到了 好嗎 還有一些新產品 我今年陸續推出給大家 OK 到此為止 拜拜 他會不會追求 沒有一盒 他會不會有事 他會不會有挑戰 但他會不會抵辨 放手 他會不會有挑戰 他會不會有挑戰 大家會不會呢 最多吃的 我自己派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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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